大家好我是韩帆 本期视频展示这个一堆小葫芦的雕刻过程 在盒头上雕刻这个一堆小葫芦 那么雕这个题材呢 我大概总结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不会画直接雕 第二种是不会画也不会雕下雕 第三种呢是高手 你画不画也一样雕 那么我是属于前两种 第三种跟我没啥太大关系 这个题材就是雕的时候注意这个 盒头的高低起伏 然后借助这个盒头的纹路去雕刻 那么这个题材呢就是说做镂空的效果 肯定要是立体感视觉冲击力更强一些 但是有很多人他不喜欢镂空或者说接受不了 就是说这个视频中这个题材 葫芦万大我就没有做成镂空的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这个立体感就要差一点 相对镂空来讲 下刀的倾斜角度和这个葫芦叶的一些 弯曲的程度和这个叶脉 这个是一些重点 因为题材除了葫芦就是叶 然后叶一些藤腕的小胶卷 一些主藤和刺藤 哪个在上面哪个在下面哪个压着 哪个哪个绕着哪个 把这些东西都整明白了 那么这个题材它就相对来讲好叶了 但是叶这种比较细密的东西比较多的 而且越看起来随意的东西 它反而叶起来感觉就会越难一点的 因为它不像说你有一些固定程式的东西 你可以花线区定点 就是说像我叶东西 叶这个题材的时候 就有点时候叼着叼着 我感觉这个地方叼那也合适 感觉这个地方叼那也合适 本来大概思想 我想把这个东西叼成这样 但是叼完之后它就是那样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意思 我这个口条稍微有点小问题 好了就说到这吧 请老铁们欣赏完这个视频 我看了多少好朋友能把这个视频看完的 如果感觉本视频还可以 就请留个关注吧 感谢所有家人们支持 我是韩凡 谢谢 是韩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